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港股乘駐外圍的優勢 列口高開,上升了百多點 一度上闖二萬三千關 可惜午後倒跌過 結果,全有恆新指數微升了八點 收報二二八三六 成交多,有769億 反映高位,好淡真詞都比較激烈 今天要和大家說的題目就是 外優內患持續,環保概念突出 其實昨天都說過,什麼叫外優內患 那個優是有企人邊優勢的優 外圍怎樣優法 大家看看標普五百指數這幅圖 一清二楚 昨天聯儲局主席耶倫說完之後 標普五百指數,是用歷史新高收市位 來計算歷史新高的收市位 作出這樣的反應 收154,升了九點 預期,美股仍然會保持優勢 慢慢再上,有機會再創歷史新高 另一方面,內患中國方面的情況 仍然持續 你看看,美元對人民幣 今天一度急升到6.18 這個升幅是七年來最大的 也都是人民幣七年來最大的跌幅 反映出,是否有資金流走 當然有人說,這是阿爺主動調控的結果 不過市場亦盛傳或擔心 明日公佈的二月份官方PMI數據 可能會跌到50.1,連續第三個月下跌 甚至有人擔心會跌穿50 在榮估分界線之下,成為收縮水平 這樣的情況,就會影響到人民幣 跌勢是可以理解的 人民幣跌,對A股的影響 或內地股市的影響,不是很大 因為內地是人民幣自己的資金買賣 阿爺的圍堵穩,拆息不上 A股未必會跌 但對於港股,特別是H股 H股,作為人民幣的POPSE 代理人的角色,影響很大 人民幣如果不升的話 外資在香港買H股的意欲就會低了 如果人民幣不斷下跌的話 甚至大家覺得H股,拿著也會洩回水 所以今日內地股市上升 香港的國企指數是下跌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關係是這樣 我們看看恆生指數今日表現 我們現在站在22,800至23,000點之間 在增持 估計可能會增持多一兩天 因為下星期兩會的形勢 看看會否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刺激 我們再看看H股 國企指數其實一直表現都不一般 近來一直在1萬點之下 不覺得它有什麼強勢 今天仍然都是要跌 跌66點收報9891 極其量去好就是 升穿綠色這條線 有可能形成頭肩底突破 但現在還沒有 如果升穿就可能扭轉了這個弱勢 我們事務以待會不會 在這個其實港股仍然的前景 是不太明朗的情況下 資金其實繼續願意炒股 不炒市 炒什麼板塊呢 我覺得環保概念 繼續都是受到追捧 今天表現都很突出 例如這樣說 北控水務 今天再升7% 你看到 不斷衝上去 水務股一直都變得很好 值得留意 另外有幾隻水務股都好 不過我覺得最好就是這一隻 另外 天然氣 天然氣384 都是龍頭來的 今天的收市位 是很有意義的 為什麼呢 之前六四條線 之前的高位是12.1號6 今天收12.1號8 剛剛今天回落 但是收回到之前的高位之上 可能是一個很技術性的調整 如果不是太差的話 例如低位是12元 下星期保持12元之上 有機會慢慢再反覆上升 環保概念 如果你覺得這些 這些全部都是高升的股 太貴了 你可能考慮一下 八例這些 現在還在低位 九元邊可以考慮買入 因為這個是裂口 即是下跌 上升裂口最高位 接近的水平可以買入 下面是一個倒形底 可以作這個倒形底最低位 作為止洩 好 今天的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我安 doorway 請多謝